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举办的 制陶的人采集集市创作的开始 儿童美感夏令营推广展 是在花莲文创园区举行 这是今年夏天八天七夜的 阿美陶儿童艺术夏令营学生的成果 展期一直到12月3号 娃娃们展开为期七天的美感体验 是四位孩子在祭祀祈求祖灵的祝佑下 实践采集集为创作的开始的精神 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执办的制陶的人采集集市创作的开始 儿童美感夏令营推广展 日前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24栋 带来这些孩子历经财土道烧制 创作的陶衣作品 在2023普里马艺术节呈现 今年是游文会第一次首次办理这样子的 儿童美感照 当时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觉得预期去直接展现成果 我父母把所有的过程 从前面的一些美感的体验 以及跟坡落的一些文化的交流 都放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所以今年是我的第一届 那我们很有期望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 更多的这样子的儿童美感 才会在不同的屋后发生 我们既我们的祖先能够保护 我们小朋友还有企图的当中 我也是很忧虑 结果看到这样的作品 心里也蛮开心 这样子都没有失败 尤其是我们彩烧的部分 因为彩烧的部分有些时候会失败力很高 成功力很低 所以我们反乍 不管你有信仰 一定要进我们的祖先 毕竟这个智慧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那个智慧 跟文化传承下来 由太巴朗部落何玉兰 结合贵燕女士进行点究礼 由院问会文化行销部经理孙林凤 将主任们与营对情间所捏制的桃壶 献给卡吉达安家族感谢主任庇护营队 并成功烧制所有的桃器与创作 更感谢部落主任们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推广展结起至12月3日 并于10月28日 11月4日举办阿美桃创作手艺工坊 期盼引领民众体认华联 至少5000年历史的桃文化 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